我二十梦想有很多 随着我的成长一直不断地变化 但很有趣的是 后来选择演员这个职业 其实也从外一个程度上 满足了我原来的那些梦想 因为我可以在演员这个职业里 去扮演不同身份的人 演员这个职业比较特殊 它就让我觉得像一扇窗口 都跟你的经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 你生活的那些机会 其实反而会是很重要的 但确实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能够拍电影 影像可能就是不仅仅 是不是一个技术的作用 它有时候还代表了 创作者本身的一个思想的表达 还有他对这个梦想的一种展望 马克思《未来影像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因为它也可以让更多的人 来到这个平台上去 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但是这个就是给那些有梦想 却没有机会拍电影的人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就有一句可能比较抒情的话 就是你读懂的这个世界 你就读懂了你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